劳苦功高的建国同志 股票就会莫名其妙的 连续大涨4到5天 一无指数在2016年成功预测了 老师他只会打算 不管是用中国传统的八卦六摇 卢克牌卡罗牌算卦 倾向于 大家好 今天吴老师不在 但是我邀请了两位好朋友 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因为三天之后 美国的大选应该就会有一个结果 先请我们的好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 中国的网友 中国人怎么看这次美国的大选 然后今天请来的两位好朋友 一位是如果上过我的课的同学 会比较熟悉的 就是人在波兰的美老师 是我北语的学妹 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中文教师 美老师今天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人在欧洲的一些观察 那另外一位我们今天的嘉宾 就是现在人在北京的 我的高中的同学 也是很多年的好朋友 赵珂 Denis 赵 大家好 我是赵珂 我十年前在美国的读兰大学 读法学院 后来就就职一家 在欧洲的很大的一家 再保险巨头 目前在关注一些新兴风险 还有一些创新和解决方案的方向的一些内容 平时在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当中 也会关注一些国际政治一些问题 所以今天很开心 跟大家去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 我们可以首先从直接的观感上聊一聊 你们感觉到或者平时在社交媒体上能看到的 中国网友怎么看这两位候选人 你们先从特朗普说起吧 因为他这个16年就开始出现在大家视野内了 他有若干个外号 首先一个比较广为人知的外号 就是川普 以前其实他的意思是四川普通话 有一个就非常离谱的一个事情 就是在中国有一些A股上市的股票 仅仅是因为里面带个川字或者是带个谱次 他们相应的股票就会莫名其妙的连续大涨四到五天 举个例子 中国有个叫川大制胜的这个股票 这几天已经连涨四轮了 这股票跟川普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这家公司好像是做飞行模拟的一个企业 他仅仅是因为他的名字里有川和胜 就是川普会胜 中国的好多股票的这个投资者或者投机者 疯狂的拉动了这个股票的上涨 当然了 就是从这件很戏谑的一个事情 一方面说明我们国家的这个股市呢 还是有待进一步的发展成熟 好像是个笑话 对 另一方面也能看出这个中国网友 对于川普的这种喜爱 甚至不惜用自己的金钱 这是真金白银的喜爱 真金白银的喜爱 我觉得其他的特朗普的外号可能更好玩一点 比如说他有个外号叫懂王 因为特朗普经常在很多的这个公开场合 说没有人比我更懂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大家把它叫懂王 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说对特朗普的自信 其实是大家还是比较认可的 然后现在其实我觉得懂王也不只是指他 至少我看到一些就是会说谁是谁是懂王 就是从懂王开始 然后很多人觉得自认为自己懂很多 然后长篇大论 所以这样的人就叫懂王 另一个外号也很有意思 就是更有中国特色 川建国 这个怎么说呢 为什么管他叫川建国 首先建国这个名字 非常的有时代特色我觉得 就可能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那个时候的男性叫建国这个名字的是比较多的 就建立国家嘛对吧 川建国这个名字还是主要是因为特朗普之前在任的时候 他的一些政策实际上是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 然后更有利于中国扩大 所以到最后的结果还是对中国起到了一些帮助的作用 所以很多网友就叫他劳苦功高的建国同志 胸前的红领巾又鲜艳了起来 感觉他就是一直忍辱负重 然后承受着世人的误解 但是其实良苦用心 卧心长胆都是为了建设中国 比如说他退出巴黎协定这个事情 其实实际上并没有适应这个时代的潮流嘛 然后中国其实一直就希望通过气候变化的议题之下 通过新能源赛道进行弯道超车嘛 实际上是给中国一个更大的一个闯息的机会 或者是更大的一个发展的机会 所以中国网友都看得很清楚 对 那还有什么中文网络上比较常见的 关于哈里斯跟特朗普他们的一些梗呢 哈里斯其实他本身应该是有一个官方的中文名字的 叫贺锦丽 好像除了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中文地区 都是用贺锦丽这个名字 所以有的网友就根据他贺锦丽的这个名字 给他起了一个昵称叫贺锦里 锦里 对锦里就是咱们经常看到的那种白白胖胖的 或者是红白相间的那种大胖鲤鱼 锦里他意思就是说这个人 他运气特别好运气爆棚 所以贺锦丽贺锦丽 可能是意思是贺锦丽他有那么一点点运气 早上一起来就可以当总统了 那不是一点点运气 咱们上一任中文网络上的大锦里还是杨超越 这个我可能说是有得罪人 就是在各个方面的这个条件 好像没有那么突出 但是呢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个我们可以说是有锦里体制的 我最近看到一个B站上播放观看量非常高的一个视频 一百多万的 挺有意思的 他就说这个哈里斯民调支持率反超川普 爱笑女孩到底靠实力还是运气 因为我们中文一直有一句话就 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 还有什么关于这两位候选人的一些狗呢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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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不是两党之间竞争比较激烈吗 一直在吵架 然后那个评论就说别吵了别吵了 为了世界和平 在一起算了 所以很多评论直接就是哈里斯和特朗普结婚是吗 上次结婚的主角还是希拉里 当然我们刚才说的主要都是在网络上 那你们身边的人 或者你真的关系更近一点的这个圈子 有没有很多中国人在关注美国大选这个事情 特别是跟网界比 我个人觉得关注度没有八年以前和四年以前那么高了 当然美国大选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国际事件 肯定大家还是会有所关注会有所讨论 但是很明显没有在八年以前大家会那么的去关注 已经那个时候特朗普的确是一个非常规的一个存在 所以大家其实有点那种想看到新兴的一种力量 来去打破传宠大家对美国政治的一个传统的印象 所以当那个时候国内很多看特朗普 更多的是看着一种新鲜感 但是经过八年以后呢 经过特朗普一任 然后拜登一任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在最近遇刺的这个事情 以及拜登中途退选 然后换上哈里斯等等 这些一系列很戏剧化的事情呢 我觉得在中国的网络里 大家也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 八年前2016年那次美国大选 算是中国关注度最高的一届吗 我个人的感觉是 我的感觉差不多 因为16年的时候我还在国内 大家整个过程会更关注 就是当然特朗普他作为一个反建制派的一个代表 横空出世 很多美国人也是措手不及 就是怎么回事 到今年虽然你刚才提到也有很多比较drama 比较勾血的事件出现 但好像到现在没有像四年前 特别是没有像八年前那么关注 至少我自己的朋友圈 我感觉真的是没什么人提到这件事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那个时候我们实在是太年轻了 吃得太饱了 那现在呢 年到中年 大家更关心自己的工作能不能保住啊 美严呢 你们感觉呢 就目前我从来没有刷到任何一条 风流圈是关于美国大选的 然后在我的印象中 其实是对更早的一届印象更深刻 就是08年奥巴马的那一次 对 因为那会儿我正好是上大一 然后我们都是英语专业的 就会看英语的一些新闻什么的 所以我就记得很清楚 当时一帮同学坐在教室里边 看到奥巴马当选总统的时候 就觉得哦这个事情很大呀 怎么怎么怎么样的 但是现在就大家生活已经很难了 就我管他美国的事呢 我自己活着已经很难了 这两天在集中的看一些中文的社交媒体 有一个评论也挺普遍的 就是美国大选能影响我一个月三千 就是我现在一个月就赚三千块钱 这个美国大选跟我有什么关系 太真实了 可能也是代表了比较普遍的一种中国人的心态 吃瓜更简单 就是看看热闹就好了 但是有限的我们能看到一些中文媒体上 对两位候选人的一些评价 或者一些分析也好 为什么感觉中国人更关注特朗普 甚至于在看到的内容里面 其实是更倾向于 不一定是支持 但是更青睐特朗普 而不是哈里斯 是因为非常不喜欢哈里斯代表的左派 或者自由派的一些政策 或者文化 还是特朗普他本身有一些特质 非常吸引中国人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特朗普本身 他就是一个自带流量的一个人 因为他在商界已经非常有名了 而且我觉得中国人对他的认知 可能很多人除了他是个地产大方以外 更多是从当年他有个真人秀叫学徒 觉得影响了我们那一代我们的大学生 所以他突然来去当总统这个事情 本身就非常的抓满 然后他自己确实非常的直率 就是也不拘小节 他这个风格也受到了 广大网友的一致的喜爱 然后另外他的所有的语言 非常的平易近人 不像之前的几位总统 就是用非常高深 或者非常复杂的语言 去描述一个其实很简单的事情 比较精英阶层的那种表达 我觉得我们在看政治的时候 一定要分清楚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人他所代表的一个 我们说阶级也好 或者一个人群也好 和他为谁说话 其实是两回事 也就是特朗普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大企业家 属于是很富有的一种阶级 但实际上你看 他的很多的行为 实际上都是为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比如说让美国的制造业回流 就这些词呢 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 特朗普是真的爱国 因为中国人自己本身 有一个爱国情节 另外他自己也有一些 这种英雄主义色彩 或者这种比较戏剧化的色彩 就无论他的整个这一生 我觉得特朗普真的是 百年一遇 甚至是几百年一遇的 这么样一个天选之人 所以我觉得这些呢 可能就是从表面层面来说 就是特朗普呢 在中国网民的这个心中的形象呢 还是非常的活生生的一个形象 但反观呢 我们就是刚刚说的哈里斯 就大家网上说叫他哈哈姐 就他的哈哈呢 不是说他快乐 而是他只会哈哈 就只有快乐 对 他只有快乐 然后中国网民对他的评价 是相对比较负面的 他本身并没有像特朗普一样 有非常扎实的 无论是政绩也好 或者是在其他领域上有非常突出的一个成就 其次呢 他这次也是实际上是 临危受命 临危受命 临时上来的 大家对他的背景也不是很了解 然后另外一个的确哈 我们看我们看了他这几次 无论是公共演讲还是辩论 总体来说呢 并不尽大家的期许 因为他似乎有一个模板 然后这个模板能够套用任何的事情 所以导致呢 大家真正的想去听到他 对未来的 无论是经济政策呀 或者是移民政策等等 这些很重要的一些 和人民切身利益的这些事情 他并没有说得很清楚 所以呢 总体上来说呢 大家会觉得 特朗普的可能胜算会更大一点 从我这边 就是我这边看到的一些网友的评论 包括他们的一些分析 有相当一部分网友认为 不管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上台 对中国都不是非常有利 但是相比之下 哈里斯就是代表的这个民主党 他的政策怎么说呢 就是对中国来说更不利一些 所以他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所以他们就会比较倾向于特朗普 所以就是中国网友可能更担心 如果民主党上台 他的一些国际外交的政策 还是会加剧跟中国的这种竞争 或者一种博弈 然后特朗普他可能更主导的是 孤立主义嘛 就是更关注美国国内的发展 而不会有那么多的拨款呀 援助啊 送到海外 因为我作为一个美国的纳税人 我这几年纳的税都在美国 就是我自己确实也会更关注 美国的这个财政问题 就是到底怎么使用纳税人的钱 说到这个 就是我因为长期生活在波兰 所以这个美国总统最后是谁上台 谁当选 对波兰的影响 最大的影响 那肯定是我们东边的国务战争 我问过身边的一些波兰朋友 大部分人还是觉得 如果特朗普上台的话 对波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因为它的一个政策就是会削减 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那这样的话 非常有可能导致乌克兰处于下风 那如果处于下风 那波兰就非常危险 因为从地理上来说 波兰的东北角是俄罗斯的一块飞地 非常小的一块飞地叫加里宁格勒 但不管它大小 它至少是直接接壤的 然后再往下有一个非常小的一部分 是跟立陶宛接壤 再往南边是白俄罗斯 大家也知道 它现在在俄乌战争中所处的角色 你科普一下什么角色 大毛跟三毛一起打二毛 波兰人的大部分人 他们的想法就是 白俄罗斯它是受俄罗斯的控制 它是一旦联盟 对对对是联盟 所以如果一旦乌克兰处于下风 那么波兰的半拉边境线 都会受到威胁 而且再加上波兰又是进入欧盟的一个入口 那如果波兰受到威胁 那整个欧盟都会有一些更复杂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对于在波兰的 不只是中国人 所有在波兰生活的人 都会有一点担心的地方 就是特朗普上台 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俄乌战争的战况 是的 中国的网友可能比较隔岸观火一点 就是好像没有那么直接的影响 但是为什么还是有更多人比较喜欢特朗普 刚刚刚说到这隔岸观火这四个字 我觉得总结了就是中国网友 对于太平洋东岸的目前那个态度 其实特朗普本身它就是一个商人 它提的很多的政策 什么退出气候协定 暴力增加关税 给全民减税等等这些 听起来就是非常的不可思议 但实际上从商人员角度来说 那就是一个非常好 很好理解 他其实就是做了很多事情 其实是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 因为在商人员里 他是没有敌人 只要能合作 无非就是我们看中间的一些 利益上的一个分割和博弈而已 特朗普的很多政策 实际上是非常务实的 他的务实呢 当然是从美国的角度来去出发 那我觉得中国人也是个非常务实的 所以我们对于特朗普的很多政策呢 其实更多的是在经济上 或商业上的一个博弈 但反观呢 我们看这几年 尤其是疫情之后的这四年 拜登的这四年 更多的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出现了 尤其是一些社会一些热点话题 像身份认同的问题 像性别的认同啊 移民的认同啊 种族认同等等这些问题呢 这些问题在中国的 基本是不会出现的 所以大家根本不会去关心这些话题 所以呢我就是当哈里斯这边提到 我记得他好像提到一些 关于这个移民问题啊 或者是堕胎权啊 或者是其他的言论自由等等 等等相关这些话题的时候 对中国的广大网友来说 我觉得和我们生活还是有点远 我们更加关注的是 谁上台以后增加关税能够增加多少 对于我们的半导企业 高科技企业会有怎样的这个管制 甚至是制裁 这是我们最关心的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呢 就特朗普的他的很多的政策 更偏是经济层面本身的 那这样他出了一些 出了一些言论也好 或者是一些政策的倾向也好 我觉得中国大部分网友是能get到的 特别是政治正确啊 就是因为像美国这个左翼的 这种政治正确文化 就刚才梅姨老师提到那个觉醒文化 其实这些年也是有非常广泛的 非常激烈的辩论 就是也是说这个政治正确在美国 是不是已经走了太远 更大程度上是在割裂这个美国社会 而不是去弥合人们之间的矛盾 或者是甚至一些冲突 所以这个是一方面 可能中国网友对政治正确本身就不太感冒 所以对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意识形态 至少是没有什么好感 对于中国正确不仅不感冒 甚至现在也是有些反感 尤其是中国的网友对于特朗普 最喜欢的他的一点 就是他会说某些媒体是fake news 因为这个恰恰的说中了中国广大网友 对于西方的一些主流媒体的一个定位 实际上其实咱们都是在那一代去学英语 我们那一代去英语的时候 花很多的时间去学习一些西方主流媒体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把它当英语学习 同时也是通过这个窗口来去学习西方的一些认知 但其实当我们慢慢长大成熟以后 我们发现 其实当时我们学的很多的这些内容 其实背后是有意识形态的 当然 对 然后其实刚才说特朗普 他不仅是美国这个沉默大多数人民的一个嘴屁 其实也是中国大多数网友的一个嘴屁 当他每次说的某些主流媒体是fake news的时候 其实很多中国网友是非常非常赞成 因为我们长时间非常的厌倦了某些西方媒体 对中国的一些加了一些滤镜来去报道 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就回到这 就是因为意识形态这个东西本身呢 其实是非常复杂一个讨论 但是我觉得还是说中国人还是非常务实的一点 我其实很简单 我就想知道谁上台以后对于我的经济影响 对于我的工作 对于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会有怎样一个影响 这是我们最关注的事情 其他的那些所谓政治正确的东西 我们不仅不会有太多的感动身受 甚至我们已经有点厌烦了 最近这个马斯克就是直接去给特朗普站台了 当然马斯克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 包括他的形象其实不像在美国可能比较有争议 我觉得总体来说马斯克在这个中文网络上的形象 是一个比较正面的 大部分人绝大部分人还是对他是有好感的 所以这一次他算是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吧 因为我记得他之前是比较支持民主党的 灰谷大老一般来说 科技公司一般还是应该是偏左一些的 对对对 然后但是最近就突然他转变了完全站在特朗普这边 而且还斥巨资去支持特朗普 所以这个让大家也是比较惊讶的 刚才说过特朗普他在中国网络上的形象 相比哈里斯来说是偏正面一些的 然后再加上马斯克这样的一个非常正面的 在中国网络上的形象 这两个buff叠加双除狂喜 而且还有一点有很多人就说他支持特朗普是因为对民主党的政策比较失望 特别是他自己的个人情况 他的儿子在16岁的时候受到觉醒文化运动的影响 选择变性 所以这件事情对他自己的影响比较大 所以他对于民主党的未成年人变性的一些政策 比如监管方面的一些政策 他是持反对态度的 所以这个也是他选择支持特朗普的一部分原因 我觉得 于公于私 反正现在都感觉被推到了民主党的对立面 因为在他商业上面 可能也是民主党这几年一系列的政策 就是限制他公司的一些发展 马斯克在中文媒体中的形象是非常非常伟大的 不仅是有特斯拉 而且最重要他有SpaceX 尤其是几周以前的SpaceX 火箭回收这么一个视频 在中文网络上其实是爆火的 然后大家都会说 就是他的整个技术的确是摇摇领先的一个技术 从某种意识来说 我之前读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主要指马斯克其实是在人类历史上 没有任何一个君王 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家 或者甚至一个公司 能够媲美马斯克当今拥有的资源和权利 这个权利指的是什么 暂时还没有到政治权利 而是因为他有自己非常强大的科技 而且这个科技是非常先进的科技 上到太空 下到自动驾驶 或者AI这种技术 他也一步一步正在向政治上靠拢 大家可以看他第一步 当时把当时的推特通过这个超能力 把它收入囊下 并且对他进行一个算法的改革 其实这个在我们业内也好 或者是整个AI界也好 或者是法律界也好 是个巨大的争议的 你的算法实际上是否可以通过 他的算法能够改变整个一个舆论的倾向 甚至是意识形态的一个走向 那我觉得马斯克现在实际上 他已经在做类似的事情 就像刚刚梅老师说的 就是或许出于对民主党的这个政策的失望 或许出于自己家庭的一些影响 所以他认为就是在推特上面 以前的偏左 非常自由派的这个言论 需要重新的去调整 那他的调整方式呢 其实上就是通过这种AI的算法 来去调整 那谁有这种AI的算法 实际上谁就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权力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马斯克带着这样的一个权力入局 给特朗普站台 我觉得真的是双剑合璧 我觉得这两个人能够碰出一个巨大的火花出来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这种方式会不会产生一个 其他的一些法律上的一些争议 我觉得这个我们还需要去客观的去看这个问题 但是总之呢 我们会觉得就是马斯克去给特朗普站台 实际上在我们看来 其实也是一个商人 目前来说还是商人和商人的一个联合 但是在政坛上 开始开辟自己新的一个商业战场 等特朗普上台以后 会对整个这个产业会有怎样的影响 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的 比如说那个特朗普 他一直是号称要对中国去抬高 好像是两倍以上的这个关税 但实际上马斯克有大量产业 也是在中国的 那是不是马斯克和这个特朗普 去强强联手这种站台 或许从商业的考量上来说 会不会就对于之前这种惩罚性的关税 会有一定的这个款式 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两位都是百年一遇 甚至是二百三百年一遇的这种奇才 觉得能在我们这一生能够遇见 其实本身我觉得人生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们也见证了历史 我从你的表述中听到了一丝崇拜 反正咱们都是中国这个社会里成长起来 我感觉中国还是比较涉达的 比较社会达尔文主义的 比较牧强的 可以承认这一点 所以对于这种强者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他走上一个强制的强者的位置 中国人一般都还是会表达认可 甚至是赞美 的确你要知道 就是中国新能源车的发展 之所以发展这么快 并不仅仅是靠中国政府的这种大力的扶持 其实是和中国政府这个扩大外资 让马斯克的工厂一年之内就在上海落地 两年之内就是造完整个超级工厂就直接上线去卖 马斯克这个产业链其实是要把中国整个新能源车的产业链 一下子带动起来了 但你反观其他的国家 无论是在政策上的还是在经济上的 这个还是在基础设施上都远远达不到这个能力 就像之前苹果手机可能带动了中国的智能手机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中国人其实并不是会太敌对于对手的强大 反而我觉得你可以看到之前好多人会说 是不是因为贸易战的影响让中国这几年的出口发生了变化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看法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方法 大家都会认为大概是在三年以前 我们国家开始提出这个双循环内就了 以国内内循环为主 国际国内双循环的一个新格局 大家都会认为这是贸易战的影响 实际上不是的 因为在贸易战之前 我们国家已经主动的调整了这个新出口的政策 让我们的出口从原来的最高值70% 现在目前降降降降一直降到了40%以下 这个时点其实就是在特朗普在要打这个贸易战之前就已经完成了 反而特朗普的这个贸易战呢 实际上是给中国更大的一个契机 让中国改变原来就是这种来料加工的这种低端的这种出口政策 反而是通过这种贸易战激发了中国人自主科技的这种研发的这种投入 大家更加去注重科技企业的这个投入和产出 中国人确实务实也会募强 但是我们的募强并不是只是follow人家 而是激发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这个勤奋 还有材质吧 所以就是其实对于特朗普所谓这个打贸易战的这种应对 其实也只是在整体的经济结构调整中间的顺水催舟的一步 没错 有没有跟哈里斯相关的大家看到比较有意思的观察 有网友认为如果哈里斯上台的话会导致美国内部的矛盾更大 更分裂一些 所以那个时候美国会自顾不暇就没有空来管中国的事 这样中国可以借机发展 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是相对来说会偏哈里斯一边 因为如果特朗普上台还是刚才老师们讨论过的这个贸易战 它可能一上台就会直接提高对中国的关税 我听说是60%是吧 60%对 甚至还有保健行业200% 所以这个直接的冲击或者是最快的冲击是比较大的 就是因为如果哈里斯上台的话 美国会爆发内战是吧 对南北战争是吧 今年其实美国也有一部比较受关注的电影 就叫美国内战 也从一个角度吧 就是表达了现在美国人一种忧虑 如果是两位候选人对比起来的话 巴兰古上台 那左派的支持者可能也会有一些不满 或者是一些暴力的表达 但是应该不会像哈里斯上台 然后保守派的这些支持者 这个反应可能会更激烈一些 因为我们其实2021年1月6号也看到了 国会山 好像前一阵就是有朋友在华盛顿市内 就是也看到了国会山附近有一些直升机的 可能是应对一些紧急情况 一些演练啊什么的 所以总的来说 大家还是主要抱着一个吃瓜的心态 甚至连吃瓜也懒得吃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我们还是预测一下 大胆预测一下 不用负责任的 你们觉得谁会当选 今天是11月2号 到今天为止 其实现在目前川普和哈里斯 在很多方面绝对是势均力敌 但我觉得势均力敌这个词呢 是有点正面啊 就是说明两个人都有很有实力 但实际上恰恰相反 那哈里斯呢刚才也说了 就是自己本身没有太多的政绩 然后自己的整个政策呢 也说不清楚 大家的感觉就是有点像提线末尔 所以我们大家会觉得哈里斯更多的 可能会跟随这个之前的民主党政策 然后川普正好相反 他是太不可预测了 但是呢从一个商人的角度来说呢 很多东西就可以预测 从川普的角度来说 很多东西反而是可以谈的 我刚才看一组资料 现在双方呢在很多的领域当中呢 正好是大概是40对40 或者45对45 中间差的那个是正好就是摇摆不定的这一片 无论从网友的角度来说 还是最近也跟一些这个经济学家的讨论啊 或者一些课程讨论来说 大家都会觉得川普的迎面更大一点 或者说现在很多的政策的准备 也都是为川普一旦上台 尤其在这个贸易战啊 或者是加息还是降息这个问题上 大家已经都开始做了一些像这预案 梅老师呢 我这边看到的可能更偏玄学一些 对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所谓的义乌指数 就是靠分析 对分析义乌小商品市场出口的那些 跟美国大选有关系的商品数量 来判断谁更有可能上台或者是获胜 乌指数在2016年还是算成功预测了 下选结果的 对那今年的这个结果 目前来看是这样的 有人分析了 与特朗普相关的选举商品 发了4.2万个集装箱 然后与哈里斯相关的 发了2.2万个集装箱 所以从这个结果来看 可能是更倾向于特朗普一些 再一个就是 我还刷到过很多算卦的 用不管是 对不管是用中国传统的那种八卦 六窑算卦 还是说用普克牌 还是用塔罗牌算卦 目前来看 从结果上 还是倾向于特朗普 获胜更多 行 反正我们这个也不负任任何责任 今天其实主要就是想分享一下 在社交媒体上 还是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 感受到的 这个跟美国大学相关的这种氛围 和这种趋势 至于结果到底如何呢 在发布这个视频的时候 可能已经快要揭晓了 然后我应该也会再做一个视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中国网络上的反应 那今天就谢谢两位朋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谢谢拜拜